大家好,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9日,欢迎收看万维独报,我是Cherry 美国NBA经理一句话竟能脚的中国周天寒彻,正当中国上下爱国主义浪潮狂卷NBA之际 美国苹果公司突然又被中国爱国主义惊涛拍案了 下来就要看看苹果公司又如何向中国人民道歉了 10月8日,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它的客户端、微博、微信等平台发表了题为 为抗议者护航苹果公司想清楚了没有的人名瑞评,质问苹果居心何在 法新社的报道注意到,人民日报点名攻击苹果公司并不是孤立的事件 香港的抗议活动已经持续数月 最近几个星期,中国媒体攻击的矛头越来越多的集中在外国公司和组织所谓支持抗议者的行为 法新社说,这个星期休斯敦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发了一条支持香港的推文 而使美国全国篮球联盟NBA变成了中国攻击的目标 报道还说,美国珠宝商Tiffany和香港国泰航空公司也都在中国遭到了严厉的批评 人民日报对苹果公司最恼火的是苹果APP商店里上架的一款交通地图HKMAP 马来西亚媒体新洲网报道说,这款APP的主要用途是标示示威活动与港警所在的位置 可提供其他示威者追踪警察动向,而民众可够避开警察部署的区域 人民日报的文章质问苹果,在先前本已拒绝该地图上架的情况下 却又在特殊时点批准这款应用上架香港的苹果应用商店为乱岗之徒大开中门 是有意要做帮凶吗? 美联社和法新社的报道都注意到,人民日报的文章几乎句句都在对苹果公司发出警告 法新社指出,人民日报的文章警告说,这种不治这种鲁莽会给苹果公司招致多大的风浪 苹果公司需要深思 人民日报的文章还说,没有人想把苹果公司扯到香港正在发生的风波中 但现在,人们已有合乎想象,苹果公司自己要跳进来 要把商业和政治,乃至商业活动和违法行为绞在一起 美联社则引述人民日报文章的话说,这种鲁莽会给苹果带来很大的麻烦 法新社说,人民日报文章对苹果不满的不只是香港交通图软件这一个事情 文章提到,地图只是一粒,在香港苹果音乐商店里还上架了一首港独歌曲 苹果公司的连串行动让人莫名其妙,让人不得不遐想其形势的内在逻辑 自从美中贸易战去年开始以后 不断有猜测认为中国可能会对美国的苹果公司下手 以报复美方对中国的科技公司、中芯公司和华为公司的打压 一般认为,北京迟迟没有对苹果动手 是因为搞到苹果会给中国造成大量的工人失业 观察人士认为,人民日报对苹果公司的警告 或许预示着北京对苹果和其他美国公司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美国NBA在中国点燃的爱国之火继续燃烧 NBA在上海几项活动被突然取消 原定于10月9日下午举行的美国布鲁克林、蓝网队和洛杉矶红人队 在上海接受公开采访的活动在预定开始前15分钟,宣布取消 上海市体育总会当日决定取消原定于当天晚上9点 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举行的2019NBA球迷之夜活动 理由是NBA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在推特上发表的不当言论 和NBA联盟主席肖华的不当表态 法新社的报道说,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计划在10月10日和12日分别在上海和深圳举行的两场NBA季前赛 都可能会被取消 据报道,目前NBA中国的官网上列出的25个合作伙伴中 已经有11家宣布终止或暂停合作 这11家是安踏、长虹、携程、德克士、伊亥、康师傅、美玲、猛牛、咪姑、武尊和小龙科技 这几乎是NBA中国官网列出的全部中国品牌 而尚未宣布停止合作的企业均为合资或外资企业 之前,中国蓝鞋和中国直蓝也宣布暂停与NBA的交流合作 宣布三庭与NBA合作的还有李宁运动服装公司 普发银行、你我带、匹克、Vivo、英雄、护鱼、瑞幸等多家中国公司 NBA自从1992年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发展顺风顺水 数量巨大的篮球爱好者为NBA提供了相当的庞大市场 曾经效力于火箭队的中国球员 现任中国篮鞋主席的姚明 也为NBA开拓中国市场的努力发挥了很巨大的作用 路透社说,目前NBA的中国市场价值超过40亿美元 本周四和周五两天中美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将在美国华府展开 由于美国突然对中国新疆的官员及中国20多家高科技公司实施制裁 给这次谈判蒙上了巨大的影响 很多观察人士担心谈判再次破局 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研究员 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10月8日周二 接受福克斯商业电视网采访时表示 如果谈判不能达成协议 美国有可能会升级其他领域的行为 对本周的贸易谈判 白邦瑞表示 总统川普已经很明确地指出 双方达成一笔大交易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那么本周究竟双方能否有协议出来 白邦瑞回答说 如总统之前所说 我们不知道能不能达成协议 白邦瑞还说 有迹象表明总统可以做些什么 但他想要的是一笔大交易 我认为他需要在所有方面都取得进展 尤其是之前被中方撤出的执法机制 需再次加入 这一点将成为本周五会谈成果的强烈信号 白邦瑞指出 若中方贸易代表团跟美方签订协议 估计总统周五会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接见中方代表 但即便如此 这也不意味着中美摩擦就会消失 白邦瑞说 总统川普现在要做的是 纠正过去长达20年或更长时间内 美国纵容中共的不良行为 当主持人提问 中共一直有企图当世界第一的野心 以及希望成为军事上第一大国 美国会希望世界超级大国 由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主导吗 白邦瑞表示 川普总统曾说到点子上 当总统在谈论他的前任时 不仅是总统奥巴马 更可以追溯到乔治布什和他的父亲 与克林顿时代 前任总统已经让中共习惯于 他们可以欺负美国公司 他们可以欺负香港 而不用承担什么后果 而美国只要将人权报告归档到几段文字就完事了 白邦瑞指出 市场可能需要习惯于中美之间的不确定性和分歧 中美之间必须面对摩擦 他告诫华尔街 那些在中国拥有私募股权 或协助中国发行IPO的人士 那些身处主要资本市场的人士 这些人都必须再次思考 美中关系实际上正在发生什么 不再次和谐与友谊 白邦瑞警告 如果中共认为自己已经是世界上的主导力量 我们要么接受世界老二的位置 要么我们就直面摩擦 并升级其他措施 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 正因为川普的乌克兰电话门而变数 而民主党方面的候选人也似乎并不给力 美国前国务卿2016年大选民主党候选人 希拉里·克林顿的动向被关注了 最近川普总统发表一条推文嘲笑他说 我认为希拉里·克林顿应该参加比赛 夺取目前领先的左派竞选人 伊丽莎白·沃伦的位置 在川普的另一条推文中 他进一步补充说 希拉里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参选 就是必须解释他所有的罪行 包括他的邮件门丑闻 川普的推文明显充满了试探和警告的意味 显然他并不希望希拉里代表民主党出征 希拉里8日在回应川普 他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的可能性时 回击称 不要诱惑我 做好你的工作 此前 希拉里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 曾宣布 他将不会参加2020年大选 然而近日 关于他可能付出参选的传言开始增多 在2016年的大选中 希拉里比川普多获得超过300万张选票 但是因为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 他以227票对304票输掉了大选 NBA职业篮球联盟NBA休斯敦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发表停港推文 而NBA总裁肖华也支持莫雷的言论自由 致使NBA遭到中国上下全面抵制 让中国官媒中央广播电视台央视体育频道决定暂停停播赛事 有美国球迷在网路上发起募资 希望NBA开幕战当天号召球迷穿上停港黑色T恤 由美国球迷发起募资活动预计在美国时间22日开幕战 洛杉矶湖人与洛杉矶快艇交手的当天 在阵中球星詹姆斯对战雷纳德比赛前 将在主场史泰伯中心外发送印制Stand with Hong Kong字样的黑色T恤 并附上小卡检视穿上这件衣服的理由 发起人目标募资2万美元若未能达成目标将全数退还 而若有多余的资金将继续推动在其他球场外发送停港黑色T恤活动 或捐给香港民间人权阵线 目前募资活动引发了热烈响应 募资金额已经超过4.3万美元 英国伦敦政经学院8日发出官方声明表示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该校的法学博士学位于1984年颁受无误 此前蔡英文1984年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博士论文 一直有人持怀疑的态度必引发了媒体的热议 据伦敦政经学院官网声明 校方收到了许多询问台湾总统蔡英文学位的关切 根据伦敦政经学院和伦敦大学的记录 确认蔡英文在1984年取得法律博士学位无误 在当时所有的学位都有伦敦大学授予 并将其论文交到了图书馆 该图书馆的记录显示 已收到蔡英文论文 并将其发送给高等法律研究所IALS 文中提到蔡英文的博士论文 不公平贸易行为与保障措施 出现在IALS1985年出版的文件之以 英国法律研究1905-1984 伦敦政经学院表示 蔡英文最近向伦敦政经学院图书馆 提供论文传真副本 可在图书馆阅览室查看 据了解 蔡英文也向台湾国家图书馆提供论文的数位版本 中国一带一路在中兴地带出现了波折 当地时间10月8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下令调查一些前政府高级官员 这批官员先前启动了中国主导的一个价值 15亿美元的首都轻轨网路建设项目 该项目属于中国一带一路计划 路透社当日的报道称 尽管托卡耶夫没有提及具体的人民 但他的这一命令可能是针对 以哈萨克斯坦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 先前和现在的圈子的成员 哈萨克斯坦在2015年与多个中国公司 和中国国有的开发银行 签署了建设和融资协议建议 这个长22公里的轻轨运输项目建设项目 原定于2017年投入使用 但之后延期而且融资也出现问题 其一大部分现金被冻结在 该国一家已经破产的银行中 路透社称 托卡耶夫10月8日对努尔苏丹市政府官员表示 这一项目就从一开始就不应当上马 他说这是一个非常成问题的项目 从经济上讲是不可理解的 我不明白他当初怎么能上马了 由于投入巨大 撤出合同将有很重的罚款 哈萨克斯坦只能完成这一项目 但托卡耶夫说 那些当初力推这一项目的人必须要承担责任 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